3月5日胡姓儿蔡卓妍 陈豪机关安娜等现身某杂志举行的颁奖礼 在重型之中贾小城露出的三寸事业线最为场景 提到TVB安排小花出席饭局时 胡姓儿竟校园有兴趣见识见识 希望能受到邀请参加饭局 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如果是公司安排的话 我觉得绝对是很健康的一个活动 因为一定会是有经纪人在旁边陪伴什么的 所以也应该请我去吧 我是这几天都有空 如果有的话可以叫我去 此外对于旧爱黄宗泽传出有新欢 他就不予多谈 还自探未找的真爱 提到早前与余波的绯闻 他虽然不必先夸赞对方帅气 但就再次强调与对方只是工作合作的关系 更表示若有中意对象 也不敢约会 而且我自己真的不敢去约会 因为就怕第一次约会就被拍到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们是已经是在一起了 所以就很难啊 在接受访问时 关纳否认被指示富二代的报道 并表示虽然家人从事珠宝生意 但自己工作后每月都会给家人领花钱 提到新居关纳承认已经搬家 但却否认与男友同居 其实没有啦真的 搬家是真的 但是也没有报道说的那么夸张 那么平时自己可能给多少价用给家 五位的数字 但是不想讲那么 personal的 amount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呢 我是比较传统 我觉得我做事了 我出来赚钱啊 我对家庭有责任都是很应该的 所以我从开始工作之后 会给家人嫁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